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萧然 今天是2022年的7月13日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讲解一下 极换常见的升卡装器的原理解析 首先先说一下结论吧 各有优缺点 没有无损这个概念 至少在我这边是没有 如果你知道无损的话 你经常有在去听HiFi的音乐的话 你应该知道 有一种歌曲叫做无损歌曲 或者说叫做无损文件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指这个歌曲在混音 或者是在母带的过程当中 直接转化成为这个文件 这个音质上面有压缩 可能是有压缩 比如说常见的有压缩的格式MP3 这个音质的话是有损伤的 你像WAV的话是完整的无损 然后如果你像Flag的话 也是有压缩的无损 这是无损格式 还有无损 还有有损格式 有高压缩的MP3 这种之间的区别 但是转换器这边 他们把这个概念进行扩展了 首先咱先不评价 人家扩展的对或者是不对 但是我先告诉你一个结论 在手机声卡转换器里 这个领域里边没有无损 任何一家跟你说无损的 基本上都扯淡 第一个 首先先来说一下 长件的市面上的几种方案 第一个叫做C100系列的转换器 首先它都不能够叫做OTG的 这个东西应该叫做混合型的转换器 为什么叫做混合型的转换器 那可能用户买过去说了 我看这个也是lightning的转换头 直接插上去了 然后使用也特别稳定 然后它使用也特别方便 对吧 但是它的真实情况就是混合型的 为什么叫做混合型呢 你注意看右边的这张图 看右边这个图 右边这个部分 它已经有焊点 你可以看到有四个焊点 这四个焊点的含义也很简单 耳机的左声道 耳机的右声道 然后一个是接地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麦克风 那你听了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 好像这东西 是不是跟小尾巴差不多一样的 对 没错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耳机里边 就lightning转 转3.5毫米 那不是有个小尾巴吗 这个东西就是小尾巴的延伸 你可以到了左边的图来看一下 它仍然是有这个小尾巴的这个头 头插上这个板 插这个板上面之后呢 人家给你做了一圈外围的电路 这个多了一项什么功能呢 就是边直播边充电啊 这个功能 这个就叫做C100系列的转换器 首先先来说一下 它真实的原理是什么呢 它真实的原理就是右边的这个小尾巴的阉神 它有什么缺点呢 它的缺点实际上我们麦克的部分传输数据是诞生到的 这个当然单声道并不是你理解的那样啊 可能是左耳朵有声音或者是右耳朵有声音 不是这个单声道 是指两个耳朵播放出来的声音是一致的 内容是一致的 不具备立体感啊 这样的话 这就是这种不是真正OTG的这种转换器混合型的 首先先来说一下这个东西的优劣吧 和立体的这种真正的OTG来讲 区别呢 就是一个立体或者是不立体之间的区别 当然胭脂也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它存在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按道理来讲的话 如果说真实存在没有意义的话 早就该淘汰了 对吧 它存在也有它的意义 这就是这个第一 第一款转换器的转换器 可能说是对于音质的损伤啊 音质前后的折损可能是最大的 这个可能是所有的转换器里边最大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还不能够淘汰 优势就是稳定稳定还他妈的稳定 劣势的话诞生到两个耳机播放的内容是一致的 适用的用途的话是小手机平台直播啊 可能说有一些小的手机平台 它不支持平台不支持OTD的 这个可以用这个 然后另外呢 游戏局内语音 有一些游戏局内语音呢 它不支持OTD 第三个就是平台不支持OTD的 损耗的部分在哪呢 模拟转换成为数字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用了这个的话 对吧 我们的声卡 它肯定得是直接插耳机口 然后用3.5毫米的线去进行连接 然后3.5这个线连接出来这个信号 它是一个模拟信号 就是一股变化的电流 然后呢 转换成为数字的 一种编板的这个数字嘛 对吧 转换成为这个的话 中间是要有损耗的 而且的话 3.5的就中间连接的这个线 是要用3.5的 而且它还抗干扰部分 做的还不是很好 这就是它的缺点 另外一款产品呢 就是真正的OTG了 什么叫做真正的OTG呢 OTG说直白一点也很简单 你就把你的手机当做成为电脑 然后它做了一个声卡 然后我们直接一查 这个就叫做OTG on the go 然后USB Codec 免区小声卡 这个免区小声卡叫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之前看到淘宝上面 或者是一些网站上面 不是有那种9块9免区小声卡吗 这个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啊 USB Codec 免区小声卡 廉价小声卡 然后呢 加上滑翔北的魔法线 滑翔北的一些魔法线的话 它们是有一些小作法 给你做了一些验证的电路 能够让果子能够识别出来这个东西 深层次的原理的话 你应该知道一个东西 有个东西的话 叫做lightning的相机套件 他们把这个的一些芯片 搬到了这个魔法线上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识别 我们的USB Audio了啊 就要USB Codec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原理的话 建筑图啊 声卡上面的话 耳机口啊 或者是音箱口 直接进入到了这个声卡的 因为它是声卡穿声卡嘛 进入到声卡的这个ADC部分了 进入了进去之后 ADC然后进行处理 转换成为数字信号啊 进入到了USB Codec里边 然后呢 进入到了USB Codec里边的话 手机的话 它把这个数字信号分配给了我们的手机 然后另外的话 USB Codec 它也有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手机也播放声音呢 播放的也是数字的声音 进入到了 经过转板 进入到了这DAC里边 DAC啊 然后进行转板之后啊 进行我们 导到我们的耳机上面 我们耳机就能够听到 我们手机上面播放的声音了 整体来讲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声卡的一个工作流程嘛 整体来讲就是这样 线的话还是搭配的滑翔北魔法线 也不是经过果子认证的 这个有什么缺点呢 和前面的 前面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边来电话了 来电话了的话 这个它不会断连 这个的话 如果说我们来直播 或者是在娱乐的过程当中 突然来了个电话 这边的话 跳出去了 街面整个跳出去了 如果说你还想去进行使用的话 那你就需要拔插一下这个线 因为这个线的话 是没有经过苹果米饭认证的 那苹果米饭的话 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你对这个东西的概念 就是稳定好用就完事了 如果说你有米饭认证的 经过了果子的认证 果子的加持 那可能会比较稳定一些 但是没有的话 那你就得来电话了 重新断连一下 就是这样 这就是这个USB Codec 免具小生卡 加上滑墙北魔法线 这个概念的东西 另外呢 还有一种 滑墙北的这个小方案 加强版本 就是我们光线版本的这个东西 生卡呢 有光线口输出 然后直接进入到了Codec 减去了ADC部分的损耗 剩下的内容 没有任何的变化 采用的这个USB Codec呢 也是免去廉价小生卡 然后光线 Spidey付版 滑翔北魔法线 这个东西的价格 一般呢 就贵了啊 一般在这个价格区间 就开始跟你讲 无损了 这个东西实际上 也不算是无损的 首先先来说一下 它这两个方案的话 优势和劣势吧 优势的话是立体生 你直播出去 也是真正的立体生 前提你平台 也得支持OTD啊 方便啊 成本低 对于厂家来说 因为它毕竟就是在这种 免去小生卡 扩展吧 劣势来讲的话 声音也有失真 输入端 不管是3.5毫米 还是光纤 好 我们来跟你讲一下 失真在那 原有的 经过生卡音箱 或者是耳机口 进入到ADC 去进行转码的时候 这个时候 声音也是有损耗的 ADC进入到USB Codec 这编码的过程当中的话 信号传输 也有时钟问题 这个是有 生卡的时钟 在起作用的 所以说 这也是再有 损耗的步骤 但是相比较 卡门的 C100系列的 单声道来讲 这个东西 是真正的立体生 适用的用途来讲的话 正常的手机平台 直播 你可能会说了 那我光线之间 进入到USB Codec里边的话 这个时候 它总不能有损失了吧 不对 它也经过了 我们生卡的时钟处理 经过生卡时钟处理的话 由于这种USB的Codec 它的时钟 一般程度下 也不怎么样 所以说 这边的话 也有数字损耗 这基本上就是 有损耗的东西 但是损耗大小 咱们不论 首先先来说一下 数字转换成为模拟 它有损耗 模拟转换成为数字 也是有损耗 3.5毫米线的干扰 时钟界面的损耗 这基本上各个地方都有损耗 然后呢 就来了 近几个月新出的新方案 叫做USB Codec 免居小声卡乘以2 然后对口 就是直接一头接电脑 一头接手机 中间没有 没有这种模拟的转换 这个东西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两片USB Codec 就是两个USB免区廉价小声卡 然后中间的通信呢 是通过iPhone S数字通信啊 然后呢 手机OTG上下传输 手机的声音呢 进入到USB Codec里边 然后经过iPhone S进行传输 传输给了电脑 然后我们用电脑上面的声卡 去进监听 对吧 然后同样也是这样的下放的道理 互相双线连通吧 然后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中间的损耗的部分在哪了 iPhone S数字通信的话 首先先要保证 得保证的是手机的这个Codec 还有电脑的这个Codec 两个的采用率是一致的 如果说采用率不一致 声音也会出现问题 如果说采用率一致了之后呢 我们中间的话 还有数字失踪的视针 所以说从头到尾来讲的话 这个无损的这个概念 就是纯纯不无损 只能这么告诉你 优势的话 立体声也是这立体声 方便成本和刚才那个 就是无论是Spotiv的血液 还是3.5的这个血液 半斤对八点 劣势的话 声音也有视针 来源的一部分是对口的 数字失踪产生的视针 第二个就采用率同步问题 刚才也已经说过了 适用的用途来讲的话 正常的手机平台直播 损耗的话 是时钟界面上的损耗 这些损耗 先跟你讲清楚 都是转换器内部的损耗 还没上平台呢 到了平台之后 平台也有损耗 到了平台 你的声音会不会去进行 重新的编码 去进行重新的压缩 你要明白一个概念 平台的任务是什么 不是让你一个人高音质 高品质去进行播好 平台的任务 是让更多的人加入 去进行观看你的直播 观看你的直播 大部分现在的 因为你走的平台都是手机 大部分观看你的 肯定也都是手机 那么手机的话 肯定就要考虑到 人家的流量的速度 肯定会给你的声音 去进行压缩 所以说呢 从头到尾来讲的话 它也不是一个无损的活儿 中间不论是现在市售的所有方案 没有无损的 这是奇迹 前二来讲的话 转换器我这么可以说吧 越贵的 越没有什么真正明显的提升 如果说你要说真想说 一耳朵 所谓的一耳朵提升 OK 可能从C100系列到 到这个真正的OTD USB Codec 免具 小声卡 这个方面的提升 可能是最大的 因为你原有的单身 到变成立体声了 这块提升 可能是最大的 剩下的 你再往下花钱 越花边际 效应 越递减 今天想要出视频 给告诉你的含义 就是 贵的转换器 没有必要去买 只能这么告诉你 现在 而且的话 现在很多手 声卡上面 带的转换功能 走的也都是这种 USB Codec 内部的小协议 通过一个 在PCB上面 给你画了个小板 两块声卡 直接这么给你一敲解 也是走的 这样的方式 也是经过ADC 还有DV 我觉得 现在如果 首先先来说一下 你没有的情况下的话 你买个转换器 这叫解决 我自己的刚需 对吧 因为我没有 我买了一个 我有了 我这个功能 我实现了 这是解决咱的刚需 剩下的话 如果说你声卡上面 本身就带这个 转换器功能的 那么建议你 用好你声卡上面 给你带的 这个转换器的功能 因为声卡上面 带的转换器的功能 现在大部分的厂家 不论是这些 直播的厂家 还有一些厂家 做的都已经 非常的不错 爱咪跳 这几家厂家 做的方案 也都还是 非常的不错的 对于手机直播来讲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 方便的 但是转换器来讲 我其实不推荐的是啥呢 第一个 额外买了转换器了 本身声卡带的 你额外又买了 这种是不推荐 也不建议 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买了特别贵的 这种的基本都是不推荐 所以说 而且你看了一圈 我也跟你讲一个 很实实在在的道理 转换器这块来讲的话 从单声道 到立体声 这块提升是最大的 你本身已经是OTG了 本身已经是立体声了 你再往下换 更贵的转换器 编辑效应是递减的 基本上的话 因为平台右压缩 等一些这些东西 全部都加持出来的话 你可能你多花了好几百 最后你可能听着 声音也没啥变化 这东西就是这么一个 神奇的东西 所以说 你要说你没有 对吧 那你买一个非常 没有问题 而且的话 我告诉你 短时间 这种C100系列的转换器 根本不会淘汰 我也不是说这个好啊 这个基本可以算是 今天给你介绍的 所有的原理 所有的方案里边 可以是最最糟糕的啊 但是它的优势 在这了 稳定稳定 还是他妈的稳定 一些小直播平台的话 用这个基本上是完全绝对够用了 本身 我之前多年以前 我就说过这句话了 我都他妈手机了 我还要鸡毛银制了 对 今天的话 再把这话告诉你一遍 我都用手机了 我还要鸡毛银制 手机平台上来讲的话 我们需求最大的 我觉得是 第一点是立体声 有了立体声 这就够了啊 另外的话 银制 见仁见智吧 我觉得你要说你本地录制的话 你适当的考虑考虑 也不需要去考虑太多啊 这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银制 那么还是该电脑电脑 建议你就是这样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